作曲 李宗盛 首先 首歌的概念就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即是說Lucifer 因為其實我是透過 因為我早前看了一套電視劇叫Lucifer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這首歌我想表達什麼的時候 我就特意去問阿Jer 你平時是怎樣去想想靈感 怎樣去找靈感 然後他就說沒有的 你要看看上天給指示 看看身邊有什麼信號給你 然後我就突然想 對呀 其實我正在看的電視劇就是一個信號 透過這件事想表達給大家聽 就是真的要了解自己 然後再去成為一個自己成為的人 以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今次這首歌 伴這首歌是一個比較黑暗的 但是都是有些繞的一個風格 是比較近次演唱會Monster那次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是因為其他成員來說 除了阿Jer之外 其他成員都是比較陽光一點的歌 或者是輕快一點的歌 就會比較正向一點的 但是我今次這首歌是比較黑暗一點的 連MV的故事都是比較令人有些少 可能會令到大家有點害怕的 但是我覺得透過我今次這個Solo 可以讓大家看到其實我們Mira 有十二個都有不同的character 都可以做到十二個不同的風格 有少少壓力在這裏 因為其實前六個成員出Solo 他們的Solo的成績都很好 然後得到大家很多的關注 還有六種不同的風格 那去到我第七個的時候 我就要想我究竟有些什麼跟他們不同呢 我可以展示到什麼不同的Jeremy 給到未真正認識我的觀眾看和聽 所以在這一方面就想得比較多 然後就意義來說我覺得是很難忘的一個時機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是剛剛好 又不會早不會遲的一個時間 其他十一個成員都給了很多不同的建議 就像阿Lo那樣 我昨天先跟他WhatsApp 就是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跟著他就說 你明天要不要那麼緊張 自己一個人做訪問要多說些東西 跟著就叫我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放鬆就可以了 跟著好像阿Jer 我錄音的那時候 我就問了阿Jer很多意見 跟著 發歌詞給他聽 發我自己錄完音的版本給他聽 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建議 跟著他也有給我一些不同的建議 說這些地方可以做好一點 這份詞其實很好 如何去感覺到整個歌 投入一點 姜濤就說 你放鬆一點就可以了 你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他對於我都很信任 因為我當時給他聽這首歌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棒 很適合你 你就是這樣做的 然後就很相信我可以做到這件事 的